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現在看起來中共的麻煩是越來越大了 昨天就是3月4號美國國會眾議院全票 以415票對0票通過了一個法案 叫做2019年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 簡稱就是台北法 這個法案是昨天通過的 它為什麼在名稱上面還要冠以2019年這個字樣呢? 這是因為這個法案的第一版 去年10月份的時候在參議院已經通過了 但是參議院後來送到眾議院之後 眾議院做了一點小的修改 修改的內容我們等一會再來講 那根據美國這個立法程序 那麼參議院會再表決一次 表決之後再送到白宮 看起來參議院表決通過這是毫無懸念的 因為這個改動的地方很小 通過了之後再送到白宮 川普也肯定會同意最後肯定會生效 因為這個實在是共和民主兩黨的一個共識 是一致同意的 川普否決他沒有理由 而且他也不敢 否決了之後他也會照樣生效 大筆書通過的只要國會呀 超過三分之二的人通過的這個法案 川普最後否決也沒用 所以生效是鐵板釘釘的 那麼這個法案到底是什麼內容呢? 可以分為這麼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要求美國的行政當局 要加強美國和台灣的經濟貿易聯繫 在參議院的第一版的這個法案裡面 是直接規定要白宮要和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議 那後來到了眾議院之後就覺得 這樣把川普的這個手段給他限制住了 他就把這個文字稍微修改了一下 就是要求他們採取各種手法 加強和台灣的經貿聯繫 那這樣川普就有更多的行動的空間 那為什麼美國的這個兩黨 都一致要求和台灣加強經貿聯繫呢? 因為台灣過去這幾十年 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上的依賴 實在是太大了 過去這幾十年幾十上百萬的台商 大舉襲進成為中國經濟的一部分 跟中共的這個經濟上面 實在是綁定的太厲害了 雖然過去這兩三年有所鬆動 台商有所回流,但是這個還不夠 如果要想台灣和中共經濟上脫鉤 如果要想消除中共利用經濟力量來壓制台灣 那麼就必須得給台灣提供其他的大的市場 來彌補他在中共這邊所消失掉的 所失去的這個市場 所以說美國現在要把自己的市場讓出來 要向台灣更加開放 讓台灣跟美國經濟上綁定 這樣子呢 就能夠抵消他在中國大陸這方面的經濟上的損失 這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那麼第二個內容呢 就是白宮要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有兩個類型的國際組織,他們都要協助 第一個類型呢就是不需要以主權國家名義 參與的這些國際組織,比如說像什麼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 這些組織過去中共是用了很大的力氣把台灣排斥在外的 美國現在要幫助台灣進入這些組織 尤其是這一次中國的大人禍之後 台灣也受到了波及 但是台灣在這個防疫工作上面呢 在國際上做的可以說是最好的 已經做出了一個表率了 而居然台灣就被排斥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 這怎麼行呢?所以說美國一定要幫助台灣 那第二類的國際組織就是那些必須以主權國家的名義 才能夠參與的,比如說像聯合國 那美國也跟台灣想好了 就是想讓他們以觀察員的身份 要進入這些國際組織 今後如果是台灣參與了聯合國的 或者是其他的國際組織的這樣的一些活動 大家也不需要太驚訝 因為現在這個法案已經規定了 美國要盡全力幫助台灣 要在國際上面擴展它的這個空間 還有一個內容就是 對於危害台灣安全和繁榮的這些國家 美國要採取行動,要在經濟上面 要在外交上面 要在這個安全上面調整對於那些國家的政策 哪一些國家呢?簡單的說有兩類 第一類就是台灣的那些邦交國 在蔡英文上台之後 一共有七個台灣的邦交國跟台灣斷交了 那主要是中美洲的和太平洋的一些小國 那麼這些國家跟台灣斷交主要是受到中共的引誘嘛 美國過去這兩年呢 都有好些政治人物說應當要制裁這些國家 但是呢一直沒有實施,那現在這個法案通過了之後 極有可能對這樣的國家採取真正的制裁的行為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這個法案針對的對象 那就是中共 大家想一想現在對台灣的這個安全和繁榮威脅 最大的是哪一個政權呢?那就是中共啊 中共現在經常叫囂著要這個祖國統一 就是說要吞併台灣,而且還有實際行動 還經常派他們的軍艦、軍機繞台耀武揚威 對台灣形成了實質上的威脅 那麼美國也要對中共根據這條法律要採取措施 要採取經濟上的制裁的措施 要採取外交上的圍堵的措施 甚至是要採取軍事上的威懾 甚至是軍事上的打擊 這就是所謂的在安全方面也要調整 美國對於中共的政策 所以這是非常全面的要保護台灣 要加強台灣 要讓台灣在國際上面有更多的 這個活動的空間有更大的發出聲音的這種機會 那美國為什麼要這麼幫台灣呢? 那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跟台灣在價值觀上面呢 他們是有共同點的,都是民主國家 台灣呢現在是亞洲民主的典範 雖然實行民主只有二十多年 但是呢民主制度是已經根深蒂固了 是已經沒有可能再退回到專制時代了 除非是中共把台灣給吞併了 但是台灣的這個民主啊 它有一個特點 跟其他的這些民主國家 跟這些西方民主國家有一點不一樣 那些民主國家呢他們這個政治陣營之間呢 這個分界的這個標準呢 主要是根據他們的這個經濟啊 和社會政策來劃分的 比如說美國的這個共和民主兩黨 那民主黨呢就是代表中下階層的利益 共和黨呢是代表中上階層的利益 代表中下階層的呢就叫偏左 代表中上階層的呢就叫偏右 那這兩黨輪流執政呢就避免了這個國家的政策啊 極左或者是極右走得太遠 如果是你極右走得太遠的時候啊 那個中間派的這個大部分的選民 就會把你這個趕下台讓左派上台 左派走一陣子走太遠了又會把被趕下台 然後由右派來執政 這麼兩黨執政呢就就造成了造就了 這個整個社會的一個動態的公平一個動態的公正 雖然呢在任何時候他都不是完全公平公正的 但是你從一個長期的時間看起來 那基本上還是符合這個公正的原則的 所以這就是民主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的那這些老牌民主國家 他們所形成的一種政治生態 但是在台灣呢就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台灣的這個兩大政治陣營泛南和泛綠 這兩個政治陣營主要的劃分的標準 不是以他們的經濟政策、社會政策來劃分的 而是以他們對於中共的態度 對於大陸的政策來劃分的 泛南呢他們有一種邏輯就是說 中共很強大,台灣很弱小 中共呢這個是我們的這個巨大的威脅 那麼怎麼樣解除這個威脅呢 那就是跟中共親善 跟他們呢向他們討好 最後他們就不打我們了 這個邏輯是站不住腳的 這就像你旁邊有一隻老虎 這個老虎是要吃人的 而且他也多次的表明他要想把你吃掉 那麼這個時候你無論對他再好 他最後有機會的話一定把你吃掉 那麼綠營的這個邏輯呢就是敵人很強大 所以說我們要加強自己的力量 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 加強自己的經濟力量來抵禦他們 如果是自己還抵擋不了 還覺得不夠安全的話 就要再找一些朋友來跟我們幫忙 多找一些獵人共同來對付這隻老虎 那麼我們才能夠安全 這是綠營的邏輯 過去這二十多年呢 台灣的政壇主要是這兩種邏輯在交鋒 在較量 那麼今年2020年的這個大選 實際上就是這兩種邏輯的 那最後定勝負的一個時間 因為中共它已經到了這個吞併台灣 已經急不可耐的這種程度了 台灣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 到底走哪一條路現在要決定下來 那麼幸好台灣的選民台灣的這個老百姓呢 最後選定了這個綠營的邏輯 就是要加強自己的力量 同時也要結交更多的更強有力的這個盟友 那麼現在呢美國的這個法案出來 就是對於台灣選民的這個選擇的一種肯定 一種支持這個選擇是選對了 那去年十月份呢美國參議院通過了這個法案的 第一版之後啊 國台辦的發言人馬曉光就曾經說過說你們台灣呢 要想通過這種方法進入這個國際組織 美國要想用這種方法呀 來擾亂台海局勢 這是癡人說夢 那現在看起來呀 這不是美國不是台灣在癡人說夢 而是美國實行了這個法案之後 中共吞併台灣 無論是以和平的方式還是以武力的方式 都已經變成不可能的了 是中共吞併台灣的企圖啊 這是癡人說夢 中共想統一 這是癡人說夢 中共過去幾十年都一直在說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用這種話來給老百姓洗腦 現在很多很多的中國人好像也是這麼認為的 實際上這個話真是說的不正確 中共說這種話真的是非常的不厚道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這幾十年這七十多年了 直到兩年之前美帝還真的就沒有亡我之心 沒有滅亡中共的這種想法 如果是有的話中共早就滅亡了 比如說在1946年國共內戰之前 那個時候美國如果想亡中共 那是易如反掌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美國是世界上這個軍事力量 常規的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國家 而且是唯一的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 它那個時候要打誰 那就可以打倒誰 要想打中共那易如反掌 要想打中共的後台蘇聯 也是易如反掌 但是它沒有打 因為它那個時候 它對於中共那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對於中共實行綏靖政策 甚至是在國共內戰爆發了之後 美國已經知道了中共受到了蘇聯的支持 蘇聯把大量的武器 還有大量的日本戰俘把它改編成中共的軍隊 讓中共去對付國民黨的軍隊 那個時候美國居然對於國民黨對蔣介石 實行中立政策 不給他們武器 不給他們提供資源 所以說蔣介石那個時候是孤軍奮戰 以一個黨的力量在對抗整個共產國際的力量 那最後輸那是肯定的 最後中共取得這個中國大陸的政權 就是因為美國人放了它一碼 美國人讓它取得 而且後來在韓戰打起來之後 美國也沒有滅亡中共的決心 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個美國的將軍很有名的 麥克阿瑟將軍是這個遠東軍的司令 他就是說跟美國行政當局杜魯門政權跟他們說 說是現在我們應當把台灣武裝起來 讓蔣介石反攻大陸,從東南反攻大陸 然後美軍從東北直接打到東北 去摧毀那個志願軍的那些設施 然後佔領東北,然後南北夾擊 就把中共給亡了,如果是按照這個搞法 中共就絕對逃不過,當時就逃不過厄運 但是杜魯門政權又實行了一次綏靖政策 又沒有亡共之心 所以說中共最後通過朝鮮戰爭之後 又活下來了,後來中蘇翻臉之後 蘇聯曾經一度的享用原子彈 對於中共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 是美國把蘇聯給阻止了,說你們不能用原子彈 你們要用的話,我們也要用 所以說不僅沒有亡我之心 而且還保護了我們,到了1979年 美國跟中共正式的建立外交關係 而且把美國的市場很大一部分向中共給開放了 到了2022年又把中共拉進了 WTO 世界貿易組織讓中共能夠到全世界去做生意 那麼中共的經濟發展過去這十幾年經濟高速發展 就是得益於美國的這種幫助 但是中共對於美國的善意 對於美國的幫助他們是怎麼回報的呢? 四個字,恩將仇報 美國對中共開放了它的這個市場 但是中共對於美國市場一直是 大部分的是關閉的 大部分的這個行業 賺錢的行業都不讓他們進來 而且有一部分市場開放讓他們進來的 還要提出很多苛刻的條件 比如說美國的公司要到中國來做生意 首先得把他們的技術都要無償的轉讓出來 才能夠進入中國 而且他們還用什麼國家補貼的方式 各種各樣的外匯操控的方式 實行不公平的貿易 每年從美國賺幾千億的貿易順差 所以說中共它的經濟力量迅速的增強 這就是因為美國幫了它 不僅僅它不感恩 而且還要對於美國的那些敵人 要對他們的大家扶持 誰反對美國反對的最激烈 反對的手段最毒辣他就支持誰 比如說像伊朗想做核武器他們支持 朝鮮想做核武器他們支持 還有一些恐怖組織 還有各種各樣的這些反美的國家 他們都支持 就是這種恩將仇報的方法呀 他們來對付美國 反而說美國亡我之心不死 好在幾年之前美國終於意識到了他們和中共的關係 是農夫和蛇的關係 農夫對蛇再好 那條蛇只要逮著機會 就想咬你一口就想咬死你 所以說幾年之前美國改變了對中共的態度 改變了對於中共的做法 現在美國真的是有亡我之心了 真的是有把中共給滅掉的這種決心了 這個決心現在已經看得非常的明顯 可以說是昭然若揭 可以說是世人皆知了 怎麼看呢? 第一個就是貿易戰 這貿易戰就是要把這個蛇的經濟毒牙給它拔掉 讓它在經濟上沒有力量來咬你 第二個就是科技戰 在全世界範圍內圍堵華為 還有圍堵中共的那些所謂的高科技企業 讓他們不能夠竊起情報 讓他們不能夠危害全世界 不能夠對世界秩序造成危害 第三個就是在外交上面 在軍事上面、政治上面在圍堵中共 比如說軍事上面現在在南海 已經經常性的派他們的航空母艦編隊群 在台灣、在南海去遊役 控制中共在這個地區發動戰爭的這種企圖 在外交上面跟歐洲、跟日本加強了聯繫 而且現在把一個從來都號稱不結盟的印度 也拉入了他們的盟幫 川普跟莫迪互相訪問了 關係好得不得了 主要針對的對象那就是中共 現在在國際上面已經形成了 一個對於中共的一個C字型的包圍圈 從南邊整個的就把它給圍住了 讓它在這一方面不能夠有所突破 中國現在又跟台灣又加強了這種盟友的關係 現在美國和台灣實際上就已經成為了軍事上的 政治上的、外交上的 最後也要形成經濟上的鐵桿的盟友關係 所以現在台灣跟美國那是關係好得不得了 台灣的這個安全是得到了美國的充分的保障了 那麼把中共實際上是已經趕進了一個死胡同 最後只差最後的一擊 那最後的一擊是什麼呢? 應當是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我估計直接採取軍事打擊的這種方法可能性不大 除非是中共率先挑起戰爭 否則的話美國他們還是挺講究政治正確的 還是挺講究不干涉其他國家的這個主權的 所以說他們不會在一個主權國家 直接的打擊對方的這個最高的首腦 但是還有其他很多種方法 比如說中共現在的這些高層 絕大部分都在西方國家 要不就是美國、要不就是美國的盟國 存有大量的金錢、還有很多的親屬都在這些國家 那麼美國完全有能力去撤反這些高官 讓他們在體制內進行了政變和兵變 那一旦政變和兵變開始了之後 中國現在的這個老百姓的民怨這麼強大 中國民間的這個反對的聲音這麼大 那麼一旦高層有變動 民間肯定就是蜂擁而出走上街頭 展開這個顏色革命 那最後民間的新興的政治力量 就在這個革命當中興起 那麼中國就走上了民主之路 中共也就走上了滅亡之路 所以用這種方法呀 是很容易就能夠把中共給幹倒的 而且呢 這種方法是美國完全有這個力量的 所以現在美國只要下定決心了 那麼中共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中國古代有一個成語叫做成也蕭和、敗也蕭和 說是漢朝的一個大將軍韓信 他是受到了成像蕭和的這個推薦 成為大將軍建功立業 那後來呢 這個蕭和又用計謀把韓信給滅了 那這個呢就完全跟這個中美關係呀 可以對應起來 中共可以說是成也美國、敗也美國 美國可以讓你取得政權 也可以讓你失去政權 那麼我相信呢 今年或者明年我們有很大的機會 看見中共倒台 好那今天呢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